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订单名气的某些部分的统计 我们来做一些统计 然后统计的话 我建议不要新增在这个表格的最底下去做统计 不要 不要在表格最底下做统计 我建议多一个工作表出来 那个工作表专门做统计用 那多一个工作表怎么加呢 就在这边这个加新增工作表 加了之后他就加到旁边 那当然我可以改一下他的名字 建议之后按重新秘密 我把秘密叫做统计表 好不好 统计表 然后我想来统计 比如说 我想要针对产品类别来计算 针对产品类别来计算 我们先用比较繁琐的做法 我要自己下公式来统计 等一下后面会有更快的方式统计 它叫类似枢纽分析表 但是我们一个个慢慢来 我想要知道产品类别 它这边 这样乍看之下 它有几项 我们可以先把筛选器先弄出来一下 资料 然后等一下 先资料里面的那个上面 那个建立筛选器 好来产品类别 这边的筛选器下拉 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他的项目有几项 女装皮件男装家居 配件捧装 其实就六样 六样 当然我现在要统计 每一个项目 它到底收入多少钱 那当然你可以一个六项嘛 你可以一个一个档 比如说这边叫做项目 然后这边开始童装 然后再女装 男装 这样档 其实说起来还蛮累的 所以来教各位一个方式 我直接 我先筛选拿掉 资料筛选先关掉 来 我先针对这一栏 选起来 按右键复制 我先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到统计表当中 我把这个东西 这一栏 按右键 贴上 然后 它这边 我跟你讲 有时候按右键贴上 真的很不好 它居然还说要安装个东西 我们直接用快速键 好不好 Ctrl V 就贴上了 但是你自己看 它这里 按右键贴上 它这里 快速键是Ctrl V 这两功能应该相等的 可是按右键 你按贴上 它会出现说 要不要安装一个东西 但是你按快速键 Ctrl V 它就会出现这种 要启用这个功能 要不要安装 其实不需要 我们直接就在这一格 按Ctrl V贴上就好了 是不是都贴上来了 可是我只要那六项就好 那六项 这样子还要整理 那个 你可以选这一栏之后 资料 来往下一点点 有一个移除重复内容 点一下 然后呢 照原先的预设就好 你看总共有5627个资料 然后我只要按移除重复内容 各位看一下 很清楚了 只剩这六个 童装配件 女装家具 皮肩男装 有没有比较快 所以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要做统计 到订单名系里面 复制你要的那一栏 然后贴到 你现在统计表里面 这一栏里面贴上 贴上之后呢 设定资料 然后移除重复内容 其他都相同的文字 它就并成一个 OK 那当然这有底色 不好看啊 你可以把底色弄掉了 点了之后 这边有一个油漆桶 油漆桶就是负责设底色的 把它点一下之后按重色 重色 它这里好像已经固定了 好 那我就把它弄成白色 好 那只好资料就不见了 但是它因为还有一某些格式声音 你会觉得说 因为这里的线都不见了 好 先不管 我们先不做这些处理 好 等于有机会 我们再来做这些部分 好 所以产品类别都已经弄出来 对不对 先等一下 让各位先把这个弄出来好了 有些人 我顺便结束掉一个 然后等一下再另外一个 我们下期再见